今天就延續我們那個世界十劫第一名的成長之路第二輯 因為我們那次在中央圖書館的講座 是有五個香港的第一名出來的 所以還有兩個是還沒介紹的 能夠走到這個世界十劫第一名 他們最少其實已經是很厲害了 好幾個都是在我們三年時間內 他就完成了這個任務了 初初都不知道自己可以一定去拿第一腳 因為高手臨立嘛 不過他們都是經過很大的努力 當然肯定要拿第一名 也都有一些運氣的 因為第一名和第二名 有時候真的差兩分 一分兩分 有兩三年都是這樣的 原底邊想著 阿某水應該第一的了 一公佈出來第二第三 真的有時候很難過 他想滿心風氣得到第一名 第一名和第二第三已經是差很遠的感覺 第一名的時候威威多少 第二名的時間好像覺得 始終那年不是他做王者 始終是差一點的 所以除了成功 但是他要靠努力之外 有時候真的可以說是靠運氣 有部分其實有些時間 當然不是每年都這麼緊張 有些是大幅拋離的 有個別一兩年大幅拋離的 那不問他的事 第一名是很難拿的 因為他是數碼組 數碼組當年他打成600個沙龍 600個 數碼組越來越輕 一年600個 一個月你要打成40幾50個沙龍 所以他還可以當年更有趣 當年中國有一個PSA 中國PSA也是搞一個世界十結 就是中國十結 很有趣那一次 因為他當年他第一名 他想申請中國PSA十結 誰知道呢 他一寫信去上海的PSA十結 申請入會 上海的PSA十結 一見你香港人 他根本一進去一定會拿的 那中國十結 最初是要拒絕他 因為我們是中國的 這樣 他不接受香港人申請 但是不忍居很厲害 他一句一樣 我們香港是中國一部分 你不能夠把我們香港分開 不是中國的 不是我會投訴你的 結果他們就不在區入會 那當然不在區入會 那年的中國PSA十結 都是被他拿了 沒有辦法 結果結果呢 都要接受他 因為始終現在是 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 大家都知道 那年呢 除了去吳敏區之外 送馬祖 就是誰呢 黃龍才 第一名 台灣黃龍才 那大家都 如果熟悉的都知道 黃龍才呢 都是跟了我們四五年 在那裡拍攝 用我們香港 跟我們團的作品 是得到很大的榮譽 除了去台灣之後呢 哇 知名度提高很多 沒有一個台灣 台灣的小影界不認識他 突然間新人沒有補出來 那麼呢 變成了當年呢 這個上海的PSA 中國PSA呢 因為第一名呢 就把黃龍才 都是第一名 幻燈片的 送馬祖的第一名 那就沒辦法了 是聰明就聰明了 那些人聰明 拿的是不簡單 成功非僥行 這個是真正的 好了 看看區哥 再次講一個作品 這個呢 就是在這個什麼呢 加拿大牛仔節那時候呢 劇表演來的 那這個表演呢 是很精彩的 其實有很多 有這個 就是竹牛啦 又有賽馬 賽馬比賽啦 又有純牛之外呢 又有純馬啦 是很值得去的 這個牛仔節呢 除了這些之外呢 他們去到加拿大冬 又要拍風 樂基山的風光啦 是不是 那拍一些 那你現在看起來呢 還有一間呢 我們介紹另外一個 兩個世界十節呢 他們都有去 都會淫抽機 都有去拍了很多作品 就是在這個 牛仔節的時間拍攝的 那些相片真的很精彩 大家知道非洲啦 當時拍的時間 煙塵滾滾 那驅哥說 哇 當時看到 那些角馬呢 衝過來走 跑 拍的時間 根本看不到 原來呢 原來精彩在後面 那些 後面那隻獅子 那些獅子呢 追那些角馬 在那邊 拍攝的時間 都不知道 原來有一隻獅子在後面 原來回去看片 原來呢 後面呢 因為就是有兩隻 那麼精彩的獅子 在那裡追個角馬 那些馬走得很快 又要追 paired馬 又要追角馬 那麼有時候的事就這樣了 回來才知道 哇 精彩 我們都收掉他們 最精彩的那些 是金牌作品出來的 是吧 這張也是 這張是台灣 當時是我們市場合會 扮演的台灣生態攝影團 當然生態不止是生態的 其實我們這些團 在五、六月 找偉仔的時間 當然是台中,台中的何老師 是首本命戲來的 他拍攝這些偉雀 這些雀雀都是野外的 其實不是養的 沒有可能的 野外生存的 但是野外的雀雀都能夠拍到 這麼漂亮是有點難度 但是 在台灣的老師帶領之下 我也大開眼界 以前想不到原來 他們有這樣的辦法 可以安排得到野生雀 比我們拍得這麼漂亮 這張也是 當然有金藍 我和居哥他們一起去金藍 幾個年輕人 很過癮 臉仔 曬得紅當當 我和居哥他們 捉了他們 去那邊玩 對面拍攝 為什麼在這個位置 是有後側缸 選擇是很重要的 選背景 就是看到剛剛有後側缸 一潑水 那些水花就會出來了 所以這個就是 第一選好位置 然後選好對象 這些對象是沒有靚仔 美女 最主要的美得是什麼 他們面子曬得紅紅 因為那地方很冷 很冷 在金藍 曬佛節 那時候適應的 還有你看看童真 黑色兒童照片 最重要的 是拍到兒童 天真爛漫的一面 沒有做作 你覺得他們不是做作 他們是玩得很開心 是吧 緬甸 緬甸真的有很多片 無論是文維文 幾個人 世界十月第一名 剛才周振業 林維文那幾輯 都是有緬甸的作品 是吧 因素就是 始終那些地方 是很濃未集中 你看這張就知道 後面的 那些佛塔臨陸 前面那些 趕牛 黃昏的時間經過 這些是真實的寫照 這個不是專門做下去的 是因為 這個地方 我們站在佛塔上面 到黃昏時間 日落 它就會 趕羊 趕牛 回家 路上 同一時間 黃金藍的曬佛 黃金藍的曬佛 真是十分精彩 當年也是下雪 在這裡拍攝佛 我去了很多年 大約三年 一年會有雪落 去年我和黃校長 去拍黃金藍 那天就下雪了 我們也很精彩 很開心 那天 當日雪落的時候 萬三片的雪地 還要那些雪 點滴點滴的落下 那年和黃校長去 真是精彩 殺完佛之後 雪越來越大 雪越來越大 那些人 那些人民 在暴風雪下 行走 更加是 很多精彩的作品 那你現在看到 這個落雪 前面的婆婆 和那個女兒 兩婆孫 去看完佛 回程的時間 她就很開心 兒童攝影 你看到我們的兒童攝影 為什麼這麼精彩呢 我們真的可以 是 維繫到 將他們的姊妹的 心情 感情 維繫出來 這張作品 最重要的就是 小朋友 拿著八梳仔 和姐姐 梳頭 是我們 初初預料不到的 當時看到他們兩個 這麼漂亮 這麼精彩 李博爾 衣服又這麼漂亮 她不記得 她說 你和姐姐梳頭 一見她拿著梳子 很小的 這麼小的玩具梳 就真梳了 她和她 姐姐玩梳頭的時間 表現真正的流露 這些都是吸引評判 給你把作品 高的分數 高的質素 她佔到這些高質素 他們的評判 大家都是兒童接應 她看到她的眼神笑容 光線 她已經覺得這張是 她作品 所以一定要被分 所以金牌又拿了 這張拿很多大獎 這張奧地利也要拿大獎 這張奧地利也要拿大獎 那我都有增加 這張奧地利也要拿大獎 那得 這張奧地利也要拿大獎 那張奧地利也要拿大獎 那張奧地利也要拿大獎 我記得去那張奧地利也要拿大獎 是新年1月1號 從來 以前沒有發表過這些 猴子在那個溫泉 浸溫泉 我想這個呢 全世界唯一獨有的地方 那些地方有溫泉 那些貓都知道 這麼冷 他們跑去浸溫泉 因為有熱水溫泉 他們懂得享受 口袖之中好像人一樣 哇 很開心啊 一浸下去 接著寶寶又跟他浸 一起浸 浸下來 你看表情是很特別的 這些新的作品是這幾年 幾十年八年才有的 這些作品是五年左右 五六年左右 直至初開始的 那你有什麼辦法 評估不給分呢 就是這麼新鮮的作品 媽媽浸溫泉 那你去這裏呢 亦都要講運數的嘛 不是每天都下雪的 是不是呢 我們當年是做兩個團 第一個團去呢 十二月去 沒有下雪 沒有下雪都過癮的 但是我們一月去呢 那次呢 哇 更加開心 下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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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雪之後 你又多很多美的照片 也好像現在這張 那麼high 那些小狗仔 想不到那些小狗仔那麼high 那些小狗仔這麼high 第二張 又是很精彩的 太冷了,那些猴子全部躲在一堆 不是做的,你以為專家做在一起嗎? 專家做在一起,你怎麼做都沒有這張這麼自然 那些猴子也不怕人,媽媽保住寶寶在那裡,很開心 當見到外面外界的作品,哎呀,那些作品很漂亮 你就要打聽一下在那裡拍,如果可以的話,一定要去 我們做的,不可以這樣做 不懂的,問一下其他人 以前在廣東省會那裡,我問那些很熟悉的事情 家威,你在大陸這個在那裡拍? 你問到之後,打探一下當地,有沒有雪櫻師帶? 有啊,那就聯絡了,這樣就有組團了 一定是這樣的 當你找到一個好的領導者在各地,每一個地點 找到好的大街,這個是很重要的 你錢貴一些,你都要給他做 好,看一下你這樣,這個我前面跟你講過 L-O-V-E,是嗎?下面,L-O-V-E 這個呢,此狀此不中 拍的時間,我們沒有預料到會出到L-O-V-E 當時,哎,找到這張好的作品,看一下 咦?其實呢,它是L-O-V-E,當時拍的時間 L-O-V-E,我一看,咦? 如果把O字改個E字,那就很有意思了,是不是? 這樣偷看,然後將那個O字,加長一點 加長一點點,那就容易容易 那這些呢,其實有很多時候 一個好作品呢,加上你的經驗呢 提升了,一提,嘩 我能夠將L-O-V-E的作品出來,是不是? 怎會不給你呢? 我想吃飯,我想吃飯,個個適應吧 但是你看不看,都有一個魚眼鏡 高角度在上面,這樣拍下去呢? 那當日,是有四位桌,和尚仔吃飯 四位桌,四位桌 於是呢,我和他就想到 魚眼鏡上去,這麼高 這樣拍下去,一拍拍一下 三位,四位,拍完之後 做了一個組合出來 做了一個組合出來 那個題材,作品是很新鮮的 從來,沒有人發表過 有這樣的作品,秘密著數,是不是? 高角度拍一些和尚仔吃飯 還好像一個組合花,一個花,四對一花 這張也是呢 當年,我們在新鮮,拍攝煉鋼 搭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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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上 搭上,搭上,搭上,搭上 以前很難找到煉鋼廠 那些小型鋼廠呢 我能夠組團去 現在每一年的新鮮 我們要去煉鋼廠拍一些煉鋼的作品 這些作品呢,是很難得 很難得 因為能夠有去拍攝的機會很少 物以罕為貴 更加是能夠拍到這麼清楚的報告 真是很難得 所以 你一出來 三角不入就沒有可能了 那個人 為了 兩隻鋼跑得快些 他出鼓話 他咬他牛尾 正牛一咬,碰他 飄快些,是不是? 他出鼓話的情況給你拍到 哇 剛剛那隻鋼張開了一瞬間 攝影 你越拿到最佳的角度 最佳的瞬間 麥大鵬牙想咬下去 這個瞬間就罪了,是不是? 牙齒很漂亮 那個畫面也是一星期 很多牆 不問他 當年跟他來泊爾 我應該是 一團的,應該是第二團來泊爾團來的 冬那天 幸好 那天照金山是很漂亮 很多人打 因為太冷了 那時 那個圖端都用 lui 毛 根據他精彩清風 拿著飛霧也怎麼樣 突然叫船上去 叫大家 快點幫我找一隻艇 有隻艇就生了 他這張照片 很久還拿幾個大獎 之後我給你們看的 就不是不找他的作品 這個呢 世界十劫第一名 他的作品呢 你們比較少見 這個就是陳鏗 陳鏗先生 2018年的世界十劫第一名 哇 其實他出道不太長時間 為什麼會突然速度拍照 他出來拍照是一個新孩子 完全不是很認識的作品 因為他就剛剛退休 在香港做酒樓做了幾十年 你知道做酒樓根本沒有可能 有空出去拍照 當時就退休之後 沒有東西玩了 哎呀 那就不如玩相片 就開始他這個攝影的生涯 他也很厲害 他真的很厲害 也有些朋友介紹過 那裡最多人才的 他就走到我這邊了 那其實呢 他的啟蒙老師呢 他來了我這裡呢 不只是我教他的 我教不了那麼多人 那當年 就有個莊耀嘉 莊耀嘉 當年的莊耀嘉呢 也都是 來我這裡的時間 給他早兩年 給他早兩年來 莊耀嘉真是很全奇的日文 他來的時間呢 他已經是七十幾八十歲 他來找我 他來找我呢 他說什麼話呢 一來到阿耀哥 我呢 就在攝影界 攝影呢 玩了三十幾年 那但是呢 我現在想一下呢 我在攝影界呢 沒什麼成績 我現在覺得呢 我玩了這麼多年呢 我希望呢 是拿回一些 實體的成績 讓人知道 我拍了這麼久 想一些 無字無花 所以我就想這次呢 就跟著你 開始跟著你 跟著去看 是 這個尋找世界十月之路 講到明呢 你都說 我可以 好 其實呢 在香港好幾個 來我這裡玩呢 都是跟我說這句話的 他直接 很坦白地說 我上來呢 就拿世界十月 那其實呢 他們那幫人說 有志趣來的呢 我想九個 十個 七八個都拿到的 啊 因為他那些 下定決心的 去追求這個夢想 那結果張宇佳呢 就追求到了 那 他因為他自己來的時間 其實他都是很資深的 其實他都很聰明的了 其實他都很聰明的了 其實拍照都很聰明的 就是我來到我就知道他了 那接著陳鏗又來了 陳鏗和他呢 很投契 張宇佳也有個好處 一來到我這裡呢 他除了 就是尋找那些十月之路 他對我們那些師兄妹 就是來玩的那些影友呢 他也有家務女的 很多人問那些問題呢 他會自動會 哎呀你這樣說這樣吧 然後他說你想什麼 我帶你去拍什麼 他是 又是義務 義務去 就是帶他們去拍多些照片 陳鏗就是跟了莊師傅 也都跟著我的團 陳鏗在那天 那天 講座 就是上個星期 講《世界十月之路》的講座 他很直接 他都說了 我真的團團都跟 王王二的團 我進來 因為他今天退休了 他說 我每個團都跟了 你不信問問他呢 他很直接 但是他當然 你看他的作品 真是 九成都是我們 我們四個團團 當然我們四個團團 不就只有我帶 吳敏區 講的十月之路呢 他給了很多心得的影友 他都說 你們 我們一定要尋找到瞬間 最美的精彩瞬間 這個精彩瞬間 好像牛仔市 一拋下去 你看 那個人呢 凌空 是吧 你拍到這個瞬間 哇 抓住那隻牛 又沒有跌落地 如果跌落地呢 就過了時間 他精彩一刻 這張就是最好的作品 是吧 他第一個金牌 第一個最棒 就是在影聯小學會裏拿回來的 看他這張金牌 金牌 所以 在第一點 我第一個沙龍 在影聯拿了幾個牌 黃金藍的細胞 你看 林秋季有一張很精彩 他也有一張很精彩 那他們的團團有時候 都是撞到的 一起去的 不奇怪的 所以大家有的東西 是差不多不奇怪的 這個呢 也都是的 因為大家同團嘛 大家都拿到很精彩的作品 他也都說到了 我們金牌 你們是跟哪裏都跟不上 跟哪裏都跟不上 跟哪裏都跟不上 因為其實我們的金牌 曬法治呢 去到現場 我們提早一天呢 中午已經跟那些影有說了 你明天曬法 這個環境 大小這個環境 你第一個位跑去哪裏 第二個位跑去哪裏 第二個位跑去哪裏 第三個位置跑去哪裏 你整個曬法治的時間 你真的要通山走 你想拍到曬法治 那麽精彩的作品 那麽所以呢 他們很清楚 他知道 在現場 我們應該做什麽 要不然呢 你第一次去呢 哇 這樣的環境 你站在那裏 只是照著佛天 你就走出很多作品 你不懂得通山走 知道跟著來的做作 是做什麽呢 所以有時候那些精彩的事 你不妨再去多兩次 第一次 你是不能遇到你 那個環境的位置 當你去多兩次 你知道 我那個位置拍完 我要走去哪裏呢 哪個角度 會去另外一個位置拍呢 走到拿來 走到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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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要知道 不要走失了那些靈靜 郭卓沙龍呢 有時候有些這樣的組別 叫做創意組 創意組 那些選家呢 不只是死影響來影響 你要設定一些東西來拍攝的 陳香就想到呢 他們霸上的馬很厲害 那當時這個電腦就是他家裡的電腦 於是其實 他家裡的電腦就拍了 拍攝的 斜角度 然後就拍了很多個位置 對不對 那就選擇了一個側角度 然後呢 電腦製作 做了一張照片 做了一張 哇 趕馬走出畫面 是香港作品來的 香港作品來的 那這個呢 就是 下雨 一下雨就有很多機會 拍到很漂亮的照片 下雨就有很多機會拍到很漂亮的照片 那個丹姐說 有個魚 那一下就捏人 就在那裏 那這些呢 手快有手蠻毛 那當然你很厲害的 如果你 那天就跟我們說 他當時看到這個環境 他就叫了兩個情侶 他說你可不可以和我做多一次 我拍完我送了一些照片 那個情侶很開心 哇 有個情侶可以和他拍到什麼 那些照片 絕對都肯給你拍 所以你的照片 拍照片 你有靈感看到好的照片 你自己開箱 開箱 開箱 就跟他說 我聲音一張 那些情侶 多數呢 都會給你機會 你不敢開箱 你就走了 那些照片 是不是 旅遊組這些就漂亮 是不是 泰國 那個市場 真的很漂亮 你看到那些船 那些船 一直不斷地拿來 水上市場 真的很漂亮 泰國去拍照 我都沒有組團去 我沒有組團去 但是有時候那些 因為那些船太貴了 我就搞不定 為什麼他去泰國呢 成了泰國天燈節 和想放天燈 哇 我看到很漂亮 入場費是300元美金 那一天 那張費用300元美金 二千多元就去拍照 一天兩天的照片 那其它的結支出的 真是太大了 很難搏 酒店又怪什麼都怪 那他們自己 自己有幾個選家一起去 好 看看第二張 黃火捕魚 台灣的作品 精彩的台灣作品 那他們有 他當天都說了 我們有機會拍到這些作品 都是靠誰 黃露塞 又是我們 我們這些師兄弟之內的人 台灣的 有幾個 在我們這裡成長出來的 因為他們跟他熟了 他拿了照片 不止陳一去 不肯他也去 好幾個也去他們 其實我也搞過一段去的 我自己也搞過一段去的 那天呢 我去的時候 就不太幸運了 那天呢 去到黃昏很漂亮 紅下慢天 嘩 沒得頂了 天理這麼漂亮 紅下又成 當紅下收了之後 突然間 很大浪 大風 有得拍的 追著船 追著船家 預備 一入黑 一入黑 他們就會暴魚 就像這樣 我們坐船出去 但是突然間 嘩 一開始很平靜 一同學過了之後 哇 翻了 海浪 衝一下衝一下 衝到 雲旋浪濟 那些船夫 你追著他們 那些船夫突然就浪大了 不行了 他們沒有辦法暴魚了 他們走了 那天真的 很可惜 那天真的 我們呢 因為在船上 坐 要全船 因為那些浪 拋得很大 運船浪 很多人運船浪 沒辦法 真的走去船方 船入並備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坐過 那個機會拍不到 他這次有機會 他們都是 黃昏常常會說 喂 這陣子有了 你們快點來吧 他們幾個天走 就拍到了 這麼漂亮的沉默 瞬間 黃火暴魚 怎麼是黃火暴魚 你見到他們 那些船是點什麼 燭光 香港的地方 香港的環境 當他們有火一閃 一爆 海冥的樹 那些魚很害怕 一機魚 哇 幾多的魚 你看看 爆了出來 在畫面前面 這個精巧的水分 就是 做了幾隻的船 就是 剛剛魚 成長的旗子 不是 故意的 可以認 但是 又是 靠地道 印尼的 看海浪是不是很漂亮 好像一幅畫 海浪 根本我們的團 我們的團是預計的了 整個行程 根本天天都是有很漂亮的想像 我們是連貫了 那些最精彩的環境 我們只會出團 這些環境 那當 一定要靠當地的市民家 是大 他們認識了路線 所以 我們 我們的策略 就是 這個很大的走場 就是 要準備 沒有東西回來 我們不會 團隊很精彩 這張 早期的夏寶 這張 早期的夏寶 這張 這張 早期的夏寶 拍了 開了一個新的地方 八鎮圖 有一件這麼漂亮的 不用我介紹的 廣告很多 這些線條索品 一定出來贏 今陣陣 那時候 在外國 這麼漂亮的 這個 海景 海灣 海港 好像 這個 八鎮圖 那樣 一個 油畫的風格 好 看大張 這個 又是家人 牛仔之間回來 這麼漂亮的 模特兒 當你 我那次家 跟你說 家人家好像有個 鬼佬 好像他這麼漂亮 你看到 這麼漂亮的人面 你不懂得捕捉著他 你就走保 是不是 那區哥帶了自己 這個 那又要開口 立刻跟他開口 我們想拍你 這些鬼佬 你要跟他說清楚 你不要偷拍 沒有意思的 在外國來說 你是不規矩的 他不讓你拍你拍的 是不規矩的 不同的是 在國內 大陸 那他答應給你拍 那就可以了 那就搞定了 這個 這個作品一出來 引掌照來講 照片 又是我們最精彩的 越南作品 這個 四十五度國的 丹沙 十幾個影友都拿了獎 一打開口 很多地方都拿到獎 他是 不平凡的 一個構圖 一個光 真正的現場光 來這裡 這裡斜路 天子山 他第一次跟我去 不行 不行 有時候 有時候不是 要答應 可以的 天時地利人和 作品 是不是 那這張 結果他自己在 蹲了七天 蹲了七天 守得雲開見 熱榮 終於拍了一張 這麼美的 天子山作品 越南兩老 不用說了 今陣子都知道 每個專家 很少沒有他的月亮 或者是緬甸 這個東西真是 嘩 作品多到 沒有得頂 每次都有收穫的 經過的燈光擺佈 經過做出造型的人物 我們能夠將他們的神態 活靈活現 那個表情 我們攝影像 一幅 一個 影片一樣 導演 做得精彩 他們做到表情 攝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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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經常和你們說 鄧王耀的團 學什麼 不是學拍照 學拍照 怎樣擺佈布 怎樣引導佈布 那些氣氛 笑 一個給一個笑 聊天 活靈活現 是吧 這張也是很值得 很漂亮 這張就是300元美金 入場券 泰國一連一次天等截 和尚放天燈 這個真的很正常 我當時很想去的 但是計過這條索 我都很難靜著 太貴了 所以我叫他們自己去 沒辦法 昨天晚上和尚很厲害的這個份子 放天燈 放水燈 應該每年的11月左右 好 看下一張 又是加拿大影 美國鷹啊這隻 美國鷹是不是很精彩呢 終於啊 又是加拿大 牛仔市的時候那邊拍回來 牛仔市不是 如果你外面那些 牛仔市 牛仔市 沒有拍的了 不是的 他們打這條索不是 追求不僅是這麼少的 他們還要找到 難得到加拿大這麼遠的地方 他們再去搜資料 找到當地有些新的東西 或者什麼東西可以擺盤的東西呢 他們貴 沒關係 他們洗好 很貴的 那邊養 你知道外國養的洗臉 很貴 貴沒關係 可能一場要過萬元 那萬元 去到那裡都這麼多錢了 是不是 那麼 加拿下去 拍多幾張漂亮的照片已經在那裡 值得 黃金蘭曬佛節啦 最早期的 是不是 S型沒有啦 現在上去 你遲了啦 現在上去都沒有啦 是不是 沒有辦法 幾個有精彩作品 緬甸團 我經常都說 每個人這段時間都要拿到不去的 緬甸 緬甸啊 啊 漂亮照片多多嘛 你看 和尚打小朋友打 表現自 是不是 上次林榮民也有 陳亨也有 吳敏區也有 林秋姬也有 緬甸團 有不不不不 不去的 這麼多漂亮照片 日本的 單頂項 日本的 單頂項 日本單頂項都 漂亮的照片 一看就知道是漂亮的 是不是 打到開了 哇 有雪的 是不是 先看 好 好啦 跟著呢 我們下面呢 就是林秋姬的作品 林秋姬的作品呢 他自己也有介紹過 但是呢 這次介紹的呢 就不止他平時那些作品的內容啊 有些其他的作品 因為他都會拿了很多漂亮的作品出來的 因為這次在這個 我告訴你一下 現在我們在這個中央圖書館呢 是香港最大型的這個講座 最出名的 知名度最高的這個講座地點來的 不和你其他那些東西 不和你其他那些東西 你腳頭拍的 好像那個戲院那樣的 那些作品放出來呢 就等於戲院看戲那樣的 那麼銀幕大到好像你看戲那樣的 所以現場的觀感呢 完全和你其他那些那些 那些這樣的講座場呢 是超越的 如果你的作品不行呢 一放出來呢 哇 立憲高下的 能夠在這個中央圖書館 撐得起這個講座的呢 其實 不是很多人可以能夠在這個圖書館 如果不夠明顯讓玩你的那個講座呢 那個小胎三兩者就很難提的 有三百個座位 三百個座位 你坐不滿 坐一半都好些 有坐一半都好些 有幾十人 有幾個人看呢 你就很難看的 所以不是每個人夠膽在中央圖書館裡可以講座的 這將來是精彩的 這個 兩夫妻 兩人很愛的小孩子 一家大小齊齊散 光影都很美 是吧 瞬間最美 從來沒有社會去搞 拍這些錄影 自從我們搞過之後呢 哇 他們知道精彩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一年呢 A團 B團的 不只出一團的 因為我們去一團 最多的是二十零人 不能夠太多的 三天時間 是很容易的 那些人 不要要醜時間 那生態作品呢 是很多獎 因為外國人覺得很難拍的 但當你去過南昌之後 你就知道 哇 手套拿來 當你有他們的水準的時候 你一定能夠拍照 霸上的奔馬 即是冬天 即是你能夠呢 找到這麼多馬呢 你就會拍到這麼美的作品 冬天的霸上 和秋天的霸上 兩個相比呢 大家各有取長處的 秋天 你就可以拍到更多的照片 冬天呢 太冷了 但是有另外一個 全部的作品都捕捉信件 這些人 翠鳥啊 當然是土城啊 台灣啊 啊 台灣啊 啊 現在外國人覺得全台 啊 啊 滅了一塊放 著陌桑的 以上 所有鳥鳥的動作 你一天呢 你香港拍 這些很難拍 以前 你找一個鳥鳥呢 你不知道要飛到哪兒 但在台灣 你對叫鐵超的 牠們真是很厲害的 摘到下面 還有魚的 那些鳥鳥都是來吃魚 那麼 平安到這裡 知道有魚吃 牠要去誰找 當他有兒子的時間,一天來刀六七十次,那你又拿七十次機會有多難 這張呢,事然生太早,初幾哥說,很多次交比賽他拿了獎 在外國的外國人心目中覺得不簡單,那些小鳥這麼精彩,一對一對,好像心字一樣 你是不是做的? 他有十幾個十次交流很多次,很多外國人,那些生太早 都會E-mail給他,麻煩你交個員仔來看看,萬一可以做的照片 但是,其實這些事要什麼做呢,藍昌你就知道了 周基哥說,捕捉最佳信奸,最佳信奸是什麼呢? 那隻馬是吉高起琴,這個就是最精彩的 東猴子原來有些這樣的,小童組,小童組去捕馬的 幾個小朋友,很特別,霸場,冬日霸場,秋色霸場 冬天又要去,秋天又要去,好的環境,好的地方 拍馬的世界,霸場是首席 當時有七條馬的世界,把每一個地方 呼倫貝爾,霸場和和新疆的馬給大家看 在秋色之下,後面的半夜 那個作品是金黃一片,前景有趕馬 我們當年去大陽山,其實林惠文已經發表了他的作品 都是大陽山,很多張大陽山拿獎的 那周基又去了這次,那周基去呢 他跟我們去呢,他自己有特別的想法 他就專門又帶一支長鏡去,長的鏡頭去拍 他的目的是什麼呢?目的就是想那些人物和背景呢 是勾劃出來的,被蒙這個背景 這個也是一手法來的 所以你看到他的背景呢,是鬆鬆茫茫的 那些人物就會突出一些 那你記得,不是一定拍人照,一定要走到很前 走到很前 但是他會吃虧的 因為當這麼多人已經在一起拍的時間 前面有一群人很容易阻礙他 你走長鏡就沒有人家 那你就走到另外一個角度 但是一樣是有好的作品 他的看法是對的,用長鏡 這個我們拍女生也是,香港拍女生也是 那些長鏡就把背景放在蒙 是不是?是另一個手法來的 那這個也是值得學習的 所以那天在講座呢 其實很多人是學到很多東西的 他們五個人的心得 都會把他們的作品 用什麼手法去拍攝 用什麼捕捉瞬間的手法 每個人都把自己的內心 在攝影的心得 都交給當現場的觀眾 他們聽到 他們真的有很多說 哇,這個五個人的十月的講座 是真的很難得 那麼多明示映家的心得 他無私奉獻給你們 所以是很值得更多人 那,抽機哥和陳鑑敬說都有 都是拿金牌的 那些 天時地利奧,有前景 中景、遠景 前景就去繞羅山的和尚 就是曬佛,遠景就是雪山 那些照片是否立體 角度是四十五度角 這邊四十五度角 然後過去 那些畫面是靈性立體零容可得的 拍照也是的 我經常都跟大家說 平面的作品是不耐看的 有全中遠景立體的作品 內心的作品的世界內容是豐富得多的 接著是非洲 非洲這張作品 你覺得是長頸鹿而已 但其實很特別的 原來這張作品特別是什麼呢? 他說很難得 日後你看見一著長頸鹿 這張作品是跪在地上的 一長頸鹿睡覺都會站在那裡 晚上可能會撲在那裡 這張作品就是 捕捉到剛剛這張作品的長頸鹿 就跪在那裡 最難得是每一隻都不黏 因為這些小鹿 他拍的時間其實正在走著地 不是那個站在那裡 不是那個站在那裡 拍到很多張 就是這一張 這張 跟著一隻都在一起 好 看一看一張 這張又很精彩 那些班馬諾河 竟然做出很漂亮的線條 你認在什麼呢? 認在那個畫面那時的班馬線條 是不是? 在中間一堆一堆 後面白白白白白白 所以這張畫面很突出 你覺得這個畫面很突出 如果你看看一看一張馬 這張畫面沒那麼漂亮 是不是? 黑白的這張照片特別突出 要不是後面的黎露 黃色的顏色 這張馬全部都是黑白黑白的 所以這張照片很特別 一看上去就是靚的照片 就是靚的照片 沒甚麼說 這張跟他拿了很多張 很多個牌 大笨象 行路 這麼多沙 如果不是去過 你不知道大笨象的雜星 可能你會說 做位 有甚麼可能大笨象這麼多沙 這張是真實的 因為 在野外的大笨象 那裡有很多塞 他經常被塞的東西前身 所以大笨象 有時候呢 有時候就在鬼裡 就這樣 拎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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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拎沙 那一拎的時間 你掌握到這個拎沙 它們拎沙的時 他不說大家都可能不太清楚 不知道怎麼會這樣 像是絕對生命的 像是絕對生命的 絕對生命的 他就是想趕走 那些蟲蟲蟲蟲 那些滋擾他的小動物 所以他拿了很多金牌 都是這兩年 他已經打完世界十年之後 現在還在炒一些籠子來打 他也有打的 現在還有打的 這張 大家一看 真是掌握瞬間 這個公司是武師 那個公司這個表情 大家想像什麼時候出的表情 紅師武師在搞什麼時候 會出現表情 最精彩的時間的表情就是這樣 就會這樣 說出來 一個獅子 然後就躺在那裡 大家知道什麼 他就捕捉了那個 兩個獅子的神態 最精彩的 那一剎藍 這張也是在非洲 當然他帶來這個非洲團 你們非洲團 經常都說 拍那些動物 他們跟得我多 他們知道去到哪裡 除了動物 有些村子 一定要去去 找些村 那些非洲的村 入村 明天和尚仔翻版 我去到明天 我們直接買個球去 帶個球去給他玩 他就學歸了那些東西 然後進村 就帶一些兒童玩具去 他們說 那些年輕人有得玩 有得其實什麼 眾多都有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和尚仔 就幫幫忙 去到非洲 去到非洲辦 入村 他就 偷東西要拍 好像我這樣 幫人 在那裡教書 在那裡 那些小朋友 給他們一點錢 他們很開心 這些村民 自己創造了一張 這個非洲版的讀書籠 那當時呢 他拍的照片 他都說心有靈跡 他就 最清楚是什麼 前面那個小朋友 轉過來看回來 就好像我們面前的師姑版 蘇岡芳去試買一張師姑版 整班師傅都在船上 我又大招一聲 有個小朋友 小師姑另一聲就看一看 就瞬間拍了 他又用了這個方法 他就是怎樣 他把石頭扔 扔這個帥哥 他一扔那個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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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扔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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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抓到這個王先生那個 那個 是吧 那扔就另一出來 金鷹節 他大約兩年金鷹節 他去考試 他用這些 為什麼呢 他由入場到整個圓節 所以就有這張領隊入場 這張給他拿了很多大獎 走上山頭拍這個金鷹 那些人經常都說這張是報的 說真的 戴幾隻鷹 戴上去那些獵人 就去高山鋪出來 因為遠山頭很漂亮 那些金鷹跑 金鷹跑 這些題材 在幾年來講過真的很新鮮 是吧 為什麼要去金鷹節 很貴又不病 那些地方是消費貴 消費貴之外呢 住宿環境是比較差的 因為那些內蒙古 外蒙古 有搭幾艘飛機過去 去的人很少的 那些地方 但是它有一個特色 我們打世界洞 他們一定要找一些新鮮的地方 新鮮的題材 沒有人要小人拍的地方 那貴也要去的 去了一出來的作品一定是 拿獎無數的 這個人是入場的時間 那個小女孩 小女孩 小女孩 十幾歲 那他已經入場 這個也是 在非英里蘭 在山上 在進場之前的拍攝 很精彩 那這個人不是破羅莉 捉牛仔 在馬上 頂帽 沒有 上次的周浸炎 是有 又是牛仔節 所以他們遇到 有這樣的好的題材 他們一定要去的 一定要去這些地方 幾萬元都要去的 因為一定有好的作品 在他們來說 在這些環境 已經手到拿來 經驗都累積出來了 每個人都能夠發揮的 其實 好了 那今天這個 十節講座 第一名 也是十節 第七 講座了 很感謝大家收看 其實 這個作品 真的很難得 這麼多的金牌作品 除了一兩天 給大家分享 你們應該是學到很多東西的 希望下一個星期五再見 拜拜